台版本次更新 哈囉大家好我是Binder 今天來帶大家快速整理台版本次更新重點 官網提及的部分上次影片我有提過 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回頭去看一下 這次只針對台版未提及的部分做分享 本次更新對應韓版為Book 3.9 相關介紹可查閱每期的韓版更新系列 而本次台版更新開放的內容有 雕刻餅星光染味可以提高負面狀態抵抗 以及移動經驗金幣百分比 並調整了雕刻餅升級介面 每日副本獎勵調整 週一週二的獎勵增加 而週三跟週五的內容調整 輪盤活動 每日完成一次摩登市場的熱物可以參加一次 每當集滿10個1張可依序兌換上面的獎幣 另外摩登市場也新增跟突襲相關的每日任務 參加決鬥場不會再退出組隊了 是方便許多但我可是驕傲別人 本來就沒有隊伍啊 地圖生成更新 調整各區域的採集、釣魚項目 並且提高採集的密度以及生成速度 並且會顯示生成地區 另外怪物的生成速度也加快了 突襲副本調整 一段時間不攻擊BOSS會被強制催出 這是之前有提到過的更新 但因為我沒蹭過 所以給別人體會 不是造型相關 溫馨提醒 部分任務如果無法觸發的話 麻煩先確認一下是否完成該地區的主線或者相關任務 另外任務中部分需要的戰力品跟道具 建議各位先準備好放在身上再來解 西部牛仔造型系列 吉沙特定的沙漠地區怪物後隨機掉落 北風造型系列 吉沙北部巴洛克山脈 怪物後隨機掉落 可以順便採集做蘿蔔造型武器的木材 探險者系列 吉沙、沼澤類的怪物後隨機掉落 例如沼澤精靈、溢溪等 聖角頭盔 在廢棄的前哨基地的副本獎勵箱中 可以低距離獲取 適格測試你是天選之人還是非洲難民的機會 球服造型系列 觸發地點在夢菲斯5F 左下NPC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任務中回傳到這個點會有BUG 會把你塞到地板下面 你可以透過傳到上面的NPC脫困 不愧是球服任務 阿拉丁造型系列 觸發地點在被遺忘的王國 右下NPC附近 會有一個大罐子裡面裝著一個妹子 可以觸發任務 其中任務會需要用到戰利品跟扇語 記得提前帶在身上 太陽眼鏡造型 觸發地點在朝聖者之路的 左側建築物內的NPC 必須在遊戲時間內的晚上7點過後才能觸發 除了對話跟擊殺任務以外 需要100朵玫瑰花 以及完成步步副本市場 只是帶起來很像什麼暗魔店的員工就是了 玉米造型武器 採集地圖上的玉米石可以隨機獲得武器袋子 還蠻可愛的 但需要人品跟花點時間 可在執行上一個任務的時候順便一起採集 無蘿蔔五星造型 在摩登市場找NPC可以製作 300根蘿蔔需要花點時間 地圖也不會只有單一食材 而且通常需要採集某樣食材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得特別慢 希望未來原廠能否出個食材煉金轉換 有些食材真的多到用不到 龜殼造型 觸發地點在本煞盒中間的NPC 但因為我主線還沒擠到這裡 所以各位有解到了再麻煩自行看一下 另外摩登市場也新增更多可製作的造型跟家具 其他還有 公會更新 其實我確定之前有沒有更新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認真看貨幣的獲取數量 目前公會任務的完成獎勵 由10個貨幣提高到20個貨幣 突襲完成會額外獎勵500公會貨幣 食物任務 觸發地點在螞蟻洞穴中間的NPC 前置至少需要保持飢餓狀態 如果無法觸發的話請先完成該地區的搜尋任務 以及提升一下怪物擊殺成就 任務完成可以獲得20個蛋白質能量放 部分家具更改擺放限制 你可以在室外擺放更多奇奇怪怪的東西了 委託任務的卷軸不再限制任務區域了 代表你可以把那些一直沒有完成的卷軸一一完成了 還有一些我不確定台本是否有連帶更新的 第一個 夥伴減東西的速度加快 但我覺得目前還是一樣慢 流浪商人出現的時間改善 組隊等差放寬至50等 各項迷之Bug更新 我是不確定Bug是否更新 但我確定這次更新以後 開始遇到各種Bug 閃退跟快捷不能按的情況 這款遊戲的優化真是爛到永勝 雖然罵黑局也沒用就是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B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簡潔的 在約一秒鐘 不設讃 我們下次見 Vull